幸福好時光 今天來了很可愛的 誠實的黃大米 大米你好 大陸姐好大家好 我首先一定要罵人 你看這什麼意思 推薦人 什麼啾啾 大師兄李欣平威廉 師生會威也 你是沒辦法嗎 沒辦法 還是說我的知名度沒有這些很高 不是 你看我講話好酸 不是不是不是 找我推薦是怎樣 會死嗎 沒面子嗎 我們兩個這麼熟 你這態度不好 我跟你講我就是跟你很熟 我知道其實你不喜歡跟人家一些有的沒的 你這什麼態度啊 人家問我我都說推薦 但是我不寫序啦 因為那個應酬文章沒意思 你也沒有叫人家寫序啊 我不喜歡別人幫我寫序 我從來沒有叫人家寫過序 我也是 對 除非人家自動寫 那你的 OK我知道 能幫你自動寫序的也都是不得了的人啦 所以你看我也從來沒有麻煩過人家 然後其實我的書上面連推薦人都沒有啦 有有有我有看到 但是我蠻喜歡幫你掛推薦 我不管我自己拿簽字筆寫上去 你這個太可惡了 見外真無淡如熱烈推薦 來簽名 我是客氣好不好 你不用客氣 我給你一個特權你就自己拿去貼 都不用問我 以後你要出什麼書 把我名字拿去貼就好了 那下一本可以給我機會 授權你永遠使用這樣子 你不是每天都在哀哀叫沒有下一本嗎 我說真的 我真的覺得後備作家沒出席 寫一本書就沒哀哀叫 對不起我現在在說真話 然後就才寫三本 這是第三本吧 這是我的第三本 你看 然後就說我再不要寫下去了 我是不是有聽過你講這個 因為我太辛苦了 我每一本都會覺得江郎財經 然後我每一本都會覺得 應該就這樣了吧 然後 你是在示弱是嗎 不是不是 我記得 這本書叫可以強悍也可以示弱 對對對 那你在我跟黃大米的對話 你在別的地方聽不到 因為我跟他是真的挺熟 我是把他當妹妹看 而且他常常遇到什麼問題的時候 他來找我都知道他需要 他需要我就演那古代禪師一棒 然後他頭上打下去 他就醒了 我被你罵完之後 都會精神還不做 哈哈哈哈 我你知道嗎 我跟你的line上面 我覺得你記恨我 所以不讓我推薦 沒有沒有沒有 我跟你的line上面 有一個 就是那個 色違公告 你知道那公告是 你跟我說的一句話 從 對我一直覺得那個 有一個 有句話好像都沒改對不對 就一直放在那公告上面寫說 你那時候罵我的啦 就是說 你都把你自己想的太弱了 所以你這個書名是對我的反駁 沒有沒有沒有 不是不是 而是我要看到 譬如說我每次跟你聊天的時候 我只要看到那句話 我就會曉得一件事情 就是說我不要那麼樣的低估我自己 我可能都是可以做得到的 對 所以 那我寫這本書 不是 我寫這個本書 其實可以強悍也可以是 我 我其實是那個可以強悍的人 而且其實我知道 我自己一直是很飄悍的 就是如果該吵架該爭的時候 打辯論賽所向無敵 也不怕你 我不怕的 而且我要跟你站到那種天涯海角 都可以跟你拼下去 你要鬧大家家來 沒有 因為你只要覺得自己是對的 你就會ㄍ下去 這也是我的性格 而且我會覺得說 我年輕時的性格 我不怕鬧大啊 我還怕鬧不大勒 因為我今天就是要殺了你啊 對 你更小心有刑法上責任 對對對 我的意思是說 非常律師提醒你 講話要小心 但是我後來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我離開媒體圈多年之後 我突然發現說 以我這麼飄悍的性格 其實對我的人生是不好的 對 因為我等於說 我常常可能會希望別人講重點 然後快點決定 這有什麼好猶豫的 對 但是問題是 不好意思這是你的性格嗎 這是我常對你說的話 我跟你講 我跟你說 很多時候是程度的問題 你懂嗎 你看我你會覺得我猶豫 我看別人我會覺得別人慢 因為有人比你更軟弱 更不果決 太多了 而且我發現一件事情 我為什麼是這個書名 是因為那時候有一個妹妹 她三十幾歲 然後她第一次要當主管 然後她就跑來跟我聊天嘛 就怎麼樣問說 要怎麼樣當一個好主管 那你在那邊跟她講了半天 譬如說我就說當一個好主管 你一開始真的是要先觀察屬下 還有你要去想一下說 你今年最重要的目標是什麼 你現在要先釐清楚 你不要是四處都努力 我說其實你最重要的目標 你努力一兩個 然後把它達到超標 你的老闆就會愛你 我讓我解釋一下 就好像你要宣傳一個商品 就算它有很多優點 但我告訴你優點就 你能寫的就那個 對 不要拿來模糊它 物標就那個 對 而且是把它弄力 是的 對 然後她聽完之後 她覺得很受教啊 然後之後她就講了一句話之後 我就差點昏倒在那個咖啡廳 她就說那我這樣子 我將來一定要當一個好主管 我要他成為一個溫柔的好主管 你知道嗎 溫柔兩個字 讓我整把火都上來了 她還是比較希望有社會認同 其實在她的腦袋裡 主管跟飆漢漢富就已經貼上一個等號 所以她才會有這種解釋 我覺得萬萬一定要撕掉這個標籤 而且要不要這樣子自我的那個裹腳步跟閹割 因為你知道溫柔跟飆漢 它都是兩個能力 但是你自己先決定 我自己只選擇 我要去當一個溫柔的主管 你突然拿一個那個癥結牌坊 或是一個桂冠架在自己的頭上的時候 它會讓你將來在當主管的時候 你會常陷入自我的掙扎跟還有愧疚 我想說我剛剛是不是太兇了 我剛剛是不是應該要溫柔一點 我剛剛應該 那我覺得這個不是 我就跟她說 你知道嗎 好的主管最重要的是 第一目標明確 你不要帶著你的屬下在那邊瞎做 幸福好時光 這是黃大米的書 遠流出版的 可以強悍也可以示弱 對沒錯 我們兩個的通訊欄上面有一個提醒 是她自己放的 好像是我對她的某天 這也算罵人的話 說你把自己想的很弱 然後結束 對 但是我覺得我只要看到這個東西 你是堅強的 我跟別人比來講真的是還蠻漢的 所以我才會取貓取名叫做對不起 因為我覺得其實能夠有時候示弱 你不是 如果你本身是個強悍的人 你懂得示弱的話 其實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掩蓋 這是一種智慧 我也會示弱啊 對 因為我們要讓事情過去 但你那不是示弱 在我看來 你很多時候根本就是在哀哀叫 我會邊哀叫邊前進 只是那個速度 蒙號 台語是這樣講的 不要蒙號 那個往前的速度 你會覺得 你會覺得我應該可以再跨一點 怎麼會這麼慢 但是我去看別人又會覺得別人太慢了 所以我覺得很多時候是程度的問題 你要不要放棄那個比較心 我後來發現說 我現在是來到了什麼法師的電台 法師要說就是你放棄那個比較心 因為其實有兩種東西 一個叫比較心 一個叫成長心 我小時候也是很愛比較 就是每次考試都好想考第一名 然後不然就會譴責自己 就覺得說為什麼這次沒有第一名 我後來發現這樣人生什麼時候會快樂 後來我就有一種 就是把比較心K掉之後 我現在不是在講佛法 我在講我的那個平常無聊修煉法 就成長心 我跟自己比 我的確都在跟自己比 我想做不想做 而不是別人認為我應該做 我覺得這個要分為兩階段 第一個階段的時候 其實每個人都會先想要就是 討好這個社會的一個遊戲規則 你必須在這個社會的遊戲規則當中 先站到好位置之後 拿到那個站到好位置的所有的甜頭之後 你才能夠再慢慢的 當然破例是慢慢訓練的 對 然後譬如說好 像我這本書 那時候我覺得我們出版社對我很好 他那時候就想說 這是重點書嘛 然後就可能想要幫我 多做幾個封面或什麼的 然後我那時候 其實我的個性 多做封面 我真的覺得說出版社會示威 也是因為他們上 我有在罵人了嗎 商業策略不正確 我問你 書重要是內容還封面 當然是內容 封面OK就好 多做三個封面是這樣 人家會以為你多出三本買三本嗎 我跟你說 這個也有個策略 他們的策略是說 那這樣子的話在版面上面看起來比較多 比較人家會注意到你 我覺得這是一種策略 可是我自己是一個好勝心很強的人 我就是要那一種我來了 就要嘛就不出書 要嘛就是我來了 可是因為我自己知道 要讓大家都注意到你 就是你必須就在第一名 然後我那時候就跟出版社說不要 我只想要就是一個版本打天下 然後我說 多做三個封面 然後人家會多買 這是一個非常 他不一定多買 他其實他是期待別人都看到這本書 那你乾脆在封面放林志玲 大家就會看到 沒有啦 我那時候講了一句話 然後我認為我後來那句話 我覺得我必須對他負責任 就是說 我當時做了一個 我覺得我有一個骨氣 就是只要我做的決定 我就為他負責 如果是別人做的決定 那我就放空 對 我就讓你看看會怎樣 對 那好 然後 所以我有時候會讓別人摔 因為我覺得你必須摔下去之後 你才知道我是對的 好 那我就覺得說 我覺得你講話越來越像吳丹如 來繼續 讓你去死你也知道我會厲害 然後我常對員工說好你要這樣 你試試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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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對對 你下次就會乖 對不對 乖乖乖 我不想跟你講 你試試看 對 然後反正我那 可是我覺得 只要是我自己做的決定 我就會負責任 所以 他們也很好 他們就放縱我的任性 我就說 我就是一個版本打天下 然後我說 因為我覺得 這才正常狀況 因為我覺得 在排行榜 雖然有一百個名次 但是只有第一名跟其他 好不好 沒有第二個名次 別這麼嚴謹 對 然後可是 我們都無所謂了 我們當過氣作家這麼久 你不能拿你那種 拿過一百次第一名 一千次第一名之後 回頭跟我說 哎呀那個沒有 拿第一名沒有什麼 拜託 你的 體重體 那拼都不夠你打 那一種 在那邊跟我講這種 我拜託 偶爾是拿那個一兩張的 你也讓我回家去拜一下 那現在第一名了沒 我其實因為出版 市場衰退的很嚴重 所以我那時候 其實第一名沒有意義 我等一下跟你講數據的問題 對 反正我那時候只想說 我只要能夠做第一 一天的第一名就好 然後 然後就 唉我幫你買兩百本書 你馬上上即時排行榜第一名 而且一個即時排行榜15分鐘 我都覺得說怎麼樣 博克萊這是鼓勵作者去買書的嗎 每個人都第一名 我跟你講 我有骨氣 我不要靠爸靠媽靠朋友 好不好 我要靠實力 兩百本多少錢 我來算一下 兩百二 沒有多少錢啊 兩百九十幾塊 我們打七九折 算三百好不好 我懶得算 兩百本 對不對 那你就要兩百本 買兩百本嗎 三百塊 六萬就第一名呢 不行啦 我跟你講 我不是要靠錢 我今天沒有要選舉啊 所以你要第一名沒有意義啊 你都知道大家都是做的 我跟你說 這個是氣勢 還有一個就是你對你作品的在乎 那我自己會覺得我都已經花了兩年時間 我在好好寫這本書了 那你說好好寫 會不會寫得很好 我不敢講 但是我很確定一件 就至少我是很用力在寫嘛 對啊 對 所以我就 你滿誠實的在寫 我很誠實的在寫 我幾乎都在寫我的失敗 還有就是我曾經看到的那一種很震撼 對 其實我最喜歡的一個篇章是不是主打篇章 但我很喜歡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請說 就是我覺得大家對於朋友這件事情 某些年紀上其實越老越不會啦 就越年輕的時候會對朋友要求很高 他會覺得所謂朋友的夠意思 他要做到全方位的夠意思 甚至就是我有給你你就得還 而且你還的方式是要我期待的方式 你如果不是我期待的方式 你就是不夠意思 那這是怎樣 就是有一天我的媒體的好朋友 他就跟我說 欸我要買房子 然後呢我想要再買到一個好的車位呢 那就搞不定 於是我就請我們另外一個好朋友 他們是專門跑房地產的記者 請他去幫忙喬 應該也是我認識的 欸不是不是不是 是另外一個 喬什麼免費車位嗎 沒有喬能夠買到 下次也幫我 不是啦你很煩 然後就喬到一個比較好的那個樓層 還有就是什麼電梯旁邊那種車位 然後他去跟他講的時候呢 這個跑房地產的記者就跟他說 這家建設公司的老闆呢 可能就是不太喜歡這樣什麼就講 然後呢我這個跑社會線的記者就回來跟我罵說 欸他什麼意思啊 他要他他就算他覺得不太可能 他也好歹去幫我試一試 他一下子就跟我說不行 欸這也太不夠意思了吧 他要不要想一想 當時候他缺錢的時候是我借他的 他們家出事 幸福好時光 這是遠流出版的 可以搶和也可以示弱 黃大米的數 那你第一名有沒有達到啊 有啊當然啊我這麼好強 請大家幫忙一下 那達到幾分鐘 欸不要這樣喔 我告訴你喔 整天都我喔 在哪一家啦 什麼意思 在成品還是伯克來 我告訴你 現在還是嗎 我幫你買幾本嗎 現在不是了 現在已經輸給一些政治人物了 我覺得他們的裝腳都蠻認真的 就是啊 何必比這個呢無聊 那我跟你講 郭台銘出書永遠第一名 他每天買200本 也都可以報稅小事 欸可是我要說 曾經在我上一本書就有提到 其實我對於這件事情呢 是曾經有過調適的 就是我以前會覺得說 所謂的公平就是應該是 建立在實力去買書嘛 賣書 可是後來我曾經有一個前輩 不是不是 因為書是商品 人家標信怎麼買 這是商業世界規則 我很了解 他跟我說 他可以爬到這個位子 他用他的影響力 用他的人脈 那也是另外一種公平 你不能用你的公平 是的是的 這就跟沒有什麼好不公平啊 就是任何喔 你寫的是你的內容 但他面試他就是商品 這就是出版品 然後 欸等一下你剛剛講到打電話嘛 對 官說記者有能力去官說停車位 這難道公平 這不公平啊 是去協調買到 資歷與實力 對對對 那反正我這個跑社會新聞的記者 就回來跟我抱怨說 他這個好朋友 跑房地產的記者不夠意思 然後就說他過去多幫他們家喬事情 然後甚至借錢給他們 給他 那今天只是要幫一個小小忙 他也不去試一下 我就說你不能這樣講 我說也許他有他的難處 也許他跟這個房地產的這家建商就本來就不好 他先告訴你狀況啊 這家並不好喬 對 因為你喬是要把別人喬掉 對 如果你是一個後進者的話 人家搞不好早就定了呀 對 所以我就說你知道嗎 有一次我有一個朋友生病 然後呢 那時候他不想讓他爸爸媽媽擔心 然後他問好多人都不能去照顧他 只有我可以 然後我去照顧他的時候 他就跟我說 我覺得你真的是我朋友當中最夠意思的 我就跟他講 我說我不是最夠意思的 我剛好是天時地利人和之下 所以我可以來夠這個意思 我說今天 因為我那時候是在大學工作 時間上是比較自由的 而且你做這件事只是基於一個人的道義 其實就算不是他是別人 你剛好有空你也會做呀 我也會 然後再來就是說 我說如果我以前在新聞部工作 我今天就算跟你再好 我也沒有辦法來幫你 就是你開刀什麼來陪你 我說所以你知道嗎 我們對於朋友 我們應該要允許他有說不的空間 當然啊 然後你也不要覺得誰對你就不夠意思 因為我們也不可能面面去到 做到別人認為我們 認為我們的所謂的有情有義 有一個人 當一個人只是知道別人有 你就可以跟他所求 或者是我要看你怎麼對得起我 那我覺得你做人就非常非常失敗 你把這自己當成宇宙的中心了 那你這個case可以另外再加 假設說現在其實黃大米蠻有錢的 然後你就來跟他借錢說 第一個假設都不成立 你反正已經有了 為什麼跟你借一百萬你不借我呢 對不對 可是那一百萬是 我常遇到這種人 就是人家不幫他他充滿了恨 可是我可以跟你講 如果你不幫他他就充滿恨的人 這個也不值得交 因為他覺得全世界都欠他的 你知道我在這書當中有提到我借錢的事 因為我那時候要買房子 然後呢其實我大概頭期款呢 大概是欠了大概兩百萬 然後我就跟朋友借 那其實我的收入 我的人品 我的收入是穩定的 然後我的人品是好的 就剛好缺那兩百 對 也許下個月就多了兩百可以還 對對之類的 然後可是你知道嗎 而且講真的我跑不了 我跑不了 然後可是即便是這樣 能夠借我錢 願意借給我錢的 大概就是五根手指頭是 是還太多 還太多 那我當時內心有一天 你不錯了 能夠借我錢的人其實很多 都是銀行 那你更不錯 我從來不跟人開口 能跟銀行開口 幹嘛跟人開口 可是我當時沒有辦法跟銀行開口 因為你知道房子這種東西 就是如果你這時候 再去掉信貸 會影響到你的貸款 那我發現就是我其實借不太到 那我心情上有沒有沮喪 有 可是後來我心裡的想法是說 這個叫做極怨塔利 你不應該是用你自己的期待 你的心願 然後你覺得別人必須幫你 你才能夠達到 這樣是錯的 所以我就會覺得 這本來就是我自己的事 然後再來 我覺得這些朋友 不借我錢的朋友 他們有沒有在跟我認識 這十幾年來 對我有很多夠意思的事情呢 我覺得有 你到底打了幾通電話 我覺得應該有七八通吧 那如果是我打這個電話 我一定會跟 你知道我是會馬上說什麼 我給你多少利息 我一定講清楚 對 我覺得這樣也乾脆 就好像如果我叫別人幫我做事 多少錢我一定先講清楚 我從不模糊 我覺得這樣也乾脆 對這樣最好 對然後可是後來 借給我錢的朋友也蠻好的 就是他就跟我 我跟他講說 欸我跟你說 我要跟你調一筆錢 而且金額不小 他就跟我說多少 我說一百 然後他就跟我說 我就要跟他解釋我要幹嘛 他就跟我說你不用跟我講 你帳號給我 那我就給你 那你要幹嘛那是你的事 那我覺得他有這種魄力 下次他帳號也給我 那我要把你的帳號也給他 那我覺得這是恩情 但是這是一個特立的恩情 你不能夠把每一個朋友都要求 當然啊 對 有的他根本手上也沒有那個給你啊 對 而且我要說一件事情 他不給我也應該 那個錢是他的 所以你必須允許你朋友 你有可以說不 你們的友情才會長存 是的 那在可以強悍也可以示弱這本書 我剛剛就問黃大宇說 你知道我最喜歡你裡面寫的哪個故事嗎 對 他馬上就猜出來了 就是那個跳火圈的故事 對 我說我欣賞的人有一些特質 也許他做的是一件蠢事 但是他超勇敢的做這些蠢事 我就會覺得說 哇哦 人愛人生就是有一堆 無聊的蠢事 有趣的蠢事所組成的啊 他這麼勇敢去做蠢事 我還是應該替他拍手 你講那個跳火圈的啊 我應該說他有一個起源啦 就是反正我那時候 我本來以前是記者嘛 他現在後來當公關的時候 就會發現我會被那個記者罵 記者就罵我 可是他可能罵完我之後 就發現後來知道我是黃大明 所以他就把Line上面罵我的話都回收了 怕你寫出來 對對之類的 然後反正那時候我就把這件事情 跟我以前在新聞部很大的主管聊 他就說當公關之後被記者罵是很正常的 他說我有一次啊 去當那個某個候選人的一個操盤手 公關操盤手 那個候選人你知道嗎 當候選人如果你本身很弱 沒有媒體要報導你的 你每天就站在路邊敗票什麼之類 都沒有人理你的 你必須做一些讓別人看到你的事情 然後他那時候甚至就是去攻擊那個聲勢比較高的 然後聲勢比較高的都不會回應他的 就會覺得今天我回應你就拉低了我 本來就是不要像小狗在那邊亂咬 就是你知道嗎你理他幹嘛 就變成人跟狗在對罵 不對的 所以那種聲勢高的是連被罵他都不會理他的 好那他他就覺得很煩 因為他背後其實有一些金主 那金主就會覺得說你怎麼一定的 沒有能見度 對你沒有能見度 你今天是到底有沒有在選認真的 因為大家都說你選好玩的 然後之後呢 不錯他跳的火圈我還都不知道他是誰 對我朋友那時候操盤他的公關 就也很頭大就問他說你有沒有什麼興趣啊 或是你有什麼才華什麼 讓大家可以看到 他就說我會跳火圈 如果我是公關你跟我講我眼睛也會這樣說 我沒有眼睛一樣就說跳火圈 你是說馬戲團那種獅子跳火圈跳火圈嗎 他說對 他說因為我有練過體操什麼之類的 然後他就說 那如果你會跳火圈你就會有版面 然後但是呢 因為你身為一個公關操盤手 你要幫他分析利弊 他說這場記者會一定會大成功 而且一定會有SNG成 我們可以講說我們是為了理念而跳 好不好 但是呢我要告訴你 今天如果你很 政治就是個火圈呢 不是你今天如果順利跳成功好不好 你是在政治版面 你如果跳失敗 燒到自己 因為大家都在笑你 對你就會上社會版 然後呢醫療線的記者 還會再幫你做一條配稿 就是當你就是身上著火了 社會之不良示範 對還有要怎麼樣來醫護 就是突然就是被火燒到 然後他分析完之後 他就往後選人 衝脫泡蓋送一定會出來 對所以就會變成說你跳成功在政治版 跳失敗在社會版跟生活版 那可能大家都會當笑話看 不管哪一版都是當笑話看 那他就問他候選人說 你確定你要跳嗎 他就說OK 他怎麼樣都想要有版面 因為他覺得有版面就有機會 對 一半也沒別的專長了 對結果那新聞稿發出去啊 那記者們就瘋狂啊 本來都不會鳥喔 都不會鳥這些你的精神總部 就突然就打電話來問說 什麼時候 那個你們那個跳火圈 大概會跳幾次 然後從幾點開始跳 那我們大概連線從什麼時候開始連 對 而且我告訴你報社還派那種 最會捕捉沙納的攝影師來 好那來了之後反正大家就這樣子 看他跳的時候都很開心嘛 然後結果沒有想到就是有記者遲到 那那個記者遲到 他是所謂的收視率非常高的電視台 那我的朋友是公關嘛 就跟他說那旁邊還有XNG車啊 那你就去尻袋子就好了 這樣應該也可以 他說不行 要專程為本台跳 因為我是最大電視台 對我們是最專業的電視台 我們是最大的電視台 我晚來沒關係反正你要再跳一次 我如果晚來我沒有報導到 你等於在台灣有三分之一的觀眾 那種是沒有看到你們家跳火圈的 你們就等於沒 胡家虎威之記者很多 就說你們就等於沒跳 那只有我們在提供給別人尻袋 因為我們是獨家最多的電視台 哪有我們去尻袋給別人呢 但是他不知道說在他眼前這個公關 其實以前是這一家電視台的高層 他就被後背嗆下內心超不爽 他就說不好意思我們家候選人 這個是有危險性的 真的是沒有 你跳一次成功了 不知道下一次會不會死 對 而且那個滅火器都收起來了 那我跟你講這狀況如果是公關 我也不會再讓他跳 為什麼 因為萬一又有一家再晚來的話 你就要跳一次磁力不可開 而且你要知道嗎 你的老闆是那個候選人 不是這些記者 你把你老闆一直叫 你害死老闆幹嘛呢 不是你一直把他像狗一樣叫出來 我覺得你覺得這樣應該嗎 好啦那記者就沒辦法嘛 就只好去跟別人尻袋 可是他內心非常的不開心 那因為我們都是記者出身 都知道如果把記者惹馬上不開心的時候 他可能下筆的角度就不一樣囉 很多人會這樣威脅 對 然後呢他就 所以我的朋友就立刻打電話給他的頂頭主管關照 就說我們就是一個小的候選人 我們只是希望有一點點版面 然後呢我們也不求你們怎麼樣 我們只希望你能夠幫我 就是看一下那稿子 我們希望能夠做到一個比較合宜的報導 那你知道那個電視台那個正式組的主管 其實以前是我這個朋友的屬下 他就說啊叉叉姐啊不要這麼客氣啦 我們今天小朋友不禮貌喔不好意思啦 那個我們來 我們來我會幫你好好處理你放心 好那新聞就平平順順的就播了 也沒有太偏頗的角度 可是那記者呢就是立刻在新聞收播 就是播出之後就打電話給我朋友說 喔叉叉姐啊你以前也在我們電視台你早說嘛 你幹嘛不講呢對不對 然後直接 對他說你直接打電話給我主管 你現在是在控制新聞嗎 然後你知道我朋友 以前能夠當到電視台高層的人 即便退下來都很憨 他就跟對方講說 我就是在控制新聞啊不然你要怎樣 然後那記者就說 好啊那我只能夠說你控制得很成功 我告訴你我主管明天要我陪你們家 候選人一起去那個拜票 那就再麻煩你多多照顧囉 然後反正我朋友 我就會說好我會照顧你 對對對對對 但是我朋友說好之後 但也不會去特別照顧他 那一天就派屬下陪著他們跑 因為他他之所以再來 是因為那個跳舞圈的收視率太好啦 他怎麼樣都得報導 但是呢這個這個後輩 後來只要碰到在公關場子 碰到我朋友都會說 哎呦今天叉叉姐在這邊我好怕哦 我好怕他又打電話去給我主管 說我的採訪不周到之類的 那我就跟我這個朋友說 那你當時候的想法 他就跟我說沒有什麼想法 就報應啊 我們以前當記者的時候也曾經這麼囂張 或是我們曾經也有這樣的嘴臉過啊 對 那只是說我們現在換了一個位置 那沒有關係 我們現在雖然已經 換位置馬上要換腦袋也是真的 真的真的真的 而且別人對你的態度都會不一樣 然後我們就是一個 成為一個被呼來換去的公關嘛 但是我們知道我們為什麼離開這一行 是因為我們想要有一個能夠準時上下班 能夠陪家人能夠一個比較平緩的人生 嗯好那這本書是可以強悍也可以示弱 黃大明寫的是有身段也有手段啊 人生的規矩其實你可以說了算 那麼謝謝黃大明謝謝 謝謝謝謝大怒姐